王浩宇讲什么道理 我想王浩宇 至于刚刚语书说的这个签诗 我觉得大概就跟民调一样 那昨天这场晚会 你刚刚从台来看 这个政治人物或这地方看得出来 而不是他这个台下民众的 这个状况我们都在现在的总统 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一天 大家都在讲说 对啦就是现在国民党要团结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贵人是谁 问一下人群好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我们也看不太出来 上面很多人都在讲说 如果韩国瑜找了一个 比较强的副手 也许是他的贵 包括今天最新点的说是 有某人点了李鸿源 但是李鸿源的态度是说 没有啊 我对副手这个位置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因为我是做事的人 我应该要做的话 也应该是行政院长 怎么会是副手呢 而且他一直说 韩国瑜阵营的贵人吗 所以我 当得到吗 确定 对 也可以拉到一点民调 最少做的是有点增加 一段时间 其实他来讲 他大概没办法接受这种论 这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呼吁一下刚刚才 结果后来40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一直劝他 不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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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国民党团结 那个都还没有被知道的时候 马英九一直到处被人家骂 说你看就是你把郭台铭找出来 那侯友宇也被人家问说 清楚的一次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韩国瑜 你现在到地方上面 不管韩国瑜怎么跌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表示来讲 当然是觉得 以前了 也不是最近这几次了 那这个其实是成为他的 所以有三只小猪嘛 以前这个东西是 现在如果把 王浩宇所说的 投票意愿 因为这一次的确我们看到 这个韩国瑜就算在南部 你就算说他是同一群人好了 他旁边真的气勒 对的确如果有出社会 可不会 因为我们还是如履薄冰 那之后那 总统除掉提名 让人民有感 马上来看一下 韩国瑜现在在 内浦的最新现场 来听听韩国瑜说了些什么 就是韩国瑜在内浦 就是他今天的联访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韩国瑜他有控制他的发言量 跟以往的策略不太一样 以往都是媒体可以追着他跑 然后问他 他都会一直回答 但现在他都会限制他的发言量 那今天下午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大家本来很期待的是 可能会听到他讲到今天中午 所谓高铁难言的话题 但是你会发现 韩国瑜不回答 他没有要继续回答 倒是对于一粒一休 他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 他如果当上总统 他真的会废除 问一下博弈 现在韩国瑜是不是 他在开始要跑透透之后 真的有点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要认同他 有三个原因 我认为韩市场接下来 只要组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 刚刚选了嘛 所以在这三层里面 比较的重点 他们一定很讨议 你不出来投票啊 跟2016年 明年的1月11号 你不是那么喜欢韩国瑜 但是因为你很讨厌 所以我就认为现在 刚刚这个韩国瑜 再次的提到废除一粒一休 你觉得这是好政策吗 我觉得这是好政策 大家来想一下 一定对于双方面都 因为这东西 就是我的资方支持他 现在已经混沌 第二次讲了 今天第二次讲 算说要废除也不见得会废除 所以你说废除也是口号 这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现在他讲的 比较具体一点 比如说他不是只有讲 废除一粒一休 而是说我赞成 回到以前没有一粒一休的时候 或者是他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赞成国民党提出的 周休二日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一粒一休 他不要每次 任何政策都 就有讨论的这个声音 业界跟劳团里面 比如说好韩国瑜讲说 一粒一休的部分 还是什么做法 那这个就是刚刚小宋 民党选得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个就有人提出来 说废一粒一休 OKOK 我觉得韩国瑜 未来作为陈唐正 但是不是完全就废除掉 那就很简单嘛 你如果回来看当时的修法 真的啦 很简单啦 劳基法废 这个就会比较贵啦 提出政策 其实你也可能要讲清楚一点 现在我们大家都蛮好奇的 好啊 废除一粒休 可能是大家都觉得可以讨论的 只是废除了之后 那要怎么做 我们也非常希望 可以听到韩国瑜阵营 有更进一步的说法 当然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韩国瑜这一趟 你会发现他在屏东 其实才几站而已 他已经提出了蛮多政策的 只是你回头去看出了 他政策的讨论之外 有很多人都觉得 有一点点去年 他在打高雄市长选战的一点影子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你说台南跟高雄的机场 他们的功能思维 同样的这个思维会套用在 可以用倚架质量 还是我有观光客愿意来 那有何不可 但我觉得韩市长的出发点 还是希望他的期待 当然现在去做 那我觉得有趣 请问这些所有的事情 加起来花得借了这么大一笔钱 这种就好 所以我实在不理解 现在到底有什么资格 来怀疑这些政策 花多少钱啦 然后政府预算够不够的问题 因为已经有前瞻的计划的例子在前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 这个请假的事情 各位可能不一定知道 韩市长宣布要请假参选的 那个时刻 中国的客家中央助选团的活动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竞选行程了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 那也许还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不过大家都在讲说 这个韩国瑜呢 提出了这么多的政策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绿营的人 在质疑的是 你是随便说说的吗 你还是说呢 你只是因为看到这现场的人 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呢什么通通都说 好好好 你到底有没有思考过 这一些都会是你未来 选总统的政策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网络上面大家会直接做 路线的规 不要让我们搞 开支票谁不喜欢吗 把它那没关系吗 点不是这个嘛 就是你狂有去做反应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讲得出啊 要去思考 终极目标是希望达 年初的时候休息 不休假不行 然后要罚雇 如果你上班接到简讯 接到蓝 休假收到时间 我就赚四个小时的签 那时候就是我也就这样搞 西方国家都这样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他 如果有兑现日期 我拿去考你知道吗 就我相信他一直在 我想问一下这个博弈 现在韩国瑜的这个策略 他每一个站 他几乎都开了一些支票 这到底是他随便乱讲的 还是说他这真的是 他的选战主族 他真的有这样子想过 我认为韩市长真的好了 韩市长之前大家常常 讲法跟一定有做法 他有不同的诉求跟主张 是完全正常也很合 当然有一例就会 现在一堆老公都会讲 相较之下 当然会比国民党 对啊 我们是提出个 我们愿景 可是你们是 讲得更具体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韩国瑜只有讲 他要废除一粒一休 但是要怎么做 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告诉大家 也许过几天 他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说法 来提供给大家 不过呢 其实呢 今天呢 大家也有在讨论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 其实呢 最近呢 民进党内部啊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好像蔡赖配快要成型了 但很多人都不晓得 原来他们为了不分区 这个到底要怎么来弄 所以呢 炒翻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说这不是他的权 他叫他们自己去协调 那这就反正还可以说 挑战现在的总统 都做少嘛 你要能够列入不分区名单 党内民主嘛 所以不能说 像是在故意的 故意的这个 好像在跟蔡英文唱反调 应该不至于啦 应该不至于啦 不过他也否认啦 所以 因为其实苏家选呢 还有另外一个动向 就是很多人蛮关注 就是他太太红横竹 他竟然要用 五党籍 跑来选这个立委 那这样子 宗嘉宾怎么办 那他是故意要在这个时候 出来苏家选的吗 这个现在看 今天有跳出来 他讲 他亲口承诺三次 上面出现状况 不过苏家选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 我老实讲 我刚才私下跟小熊在讨论